去外媒报道,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,如果世界贸易组织不能更好的对待美国,美国会退出WTO。 特朗普还曾表示,多年来,WTO对待美国非常糟糕,令美国处于极大的劣势,WTO需要改变他们的做法。 分析指出,如果美国退出WTO,这将严重破坏二战之后,美国帮助建立的多边贸易体系。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·莱特希则长期以来呼吁美国对WTO采取更接近的态度,莱特希则指责WTO争端解决机制干涉美国主权,尤其是反倾销案件。 美国阻扰WTO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,提高了WTO未来几年可能停止运作的风险。 那么,美国究竟是只是说说而已,还是确实想要落实这一想法呢? 相对而言,主流舆论倾向于前者,云有以下几条。 其一,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,美国已经退了不少旬。 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PPP、巴黎气候协议等,美国不会顾及国际社会的看法。 其二,在过去近二十年中,美国国会曾两次就退出WTO进行投票,虽然没有能够成功。 但从侧面说明,这一是想在美国高层政治中,有很强的支持力量。 其三,七月份,美国起草了一份美国公平库会关税法案,将为不同国家设定不同水平关税,并且绕开世贸组织。 也就是说,美国准备了替代方案。 不过,也有分析认为,美国是在骂先要价,逼迫WTO进行更符合美国另一个组织改革。 暂且不论真相如何,美国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创者、构建者,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垒的搅局者、破坏者。 一成不争的事实,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,也是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经济体。 因此,美国如果退出世贸组织,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,将无益与一场海啸、地震、蓬勃说着, 美国退出世贸组织对全球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,将怨慎与特朗普发动了美中贸易战。 客观而言,这可能并没有太多夸张的成分,届时,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规则,都可能将被破改写。 事实上,到这一步,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发动贸易战的终极目标,也算水落石出了,那就是改写世界贸易规则,使其更有利于美国。 至于这个规则,是否还在WTO的框架之下,美国并不关心,也不在意,也就是说,美国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对一些原有的国际规则进行挑战,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利益。 当然,对应的就是继续盘剥整个世界,对于美国的歇斯底里,无爱套路出牌,世界其他主要经济,仅正试图团结一致,把美国拦回正轨,但就客观局势发展而言,不容乐观,美国的最后疯狂很难被制止。 不过,美国的如意算盘打得在想,美国的实力在强大,没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配合,美国终究是要走向衰落的。 理性而言,美国有骄傲的资格,也有瘟狂的成本。 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,任何跳出规则之外的行为,都无以例外地会受到惩罚,美国也不会成为特例。 当美国把剥削事件的霸权主义目标,堂而皇之,得摆上历史舞台时,他也就错过了时代最后的青睐,并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。 时间终将证明这一切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